Hello,大家好,我們就開始錄影了,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TaraTalk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佩學為我們演講今天的TaraTalk 今天的演講的題目已經秀在他的投影片 我這稍微念一下,今天演講的題目是 Does the deservingness heuristic explain the effect of effort, luck and need in a redistribution experiment? 在開始演講之前,先讓我來介紹一下佩勳 佩勳現在是Stony Brook的政治科學系的博士生 他研究的主題主要是以實驗方法與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了解人的社會偏好 還有這些偏好如何影響人在政治議題的選擇 當然在我們開始之前,希望大家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感謝佩勳給我們帶來今天精彩的演講 因為他的麥克風是預設為關掉的 所以大家要讓佩勳聽到掌聲,要先把麥克風打開 好,那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佩勳為我們帶來今天精彩的演講 好,那就交給你 好,這個英文節目看起來有點嗷口 不過其實今天我主要想講的是 就是人對平等還有公平的偏好 還有這些偏好如何影響人的行為 對,這個研究是我和我的Advisor Ruben Kahn一起做的 然後這個 對,然後目前我們就是 我們差不多做完了,但我打算要做更多分析 對,所以如果有任何意見的話就歡迎指教 好,那就讓我們開始 首先就是一個困擾各個領域社會科學家很久的問題 就是人到底在不在乎平等 那從很多不同領域的實驗室實驗發現 就是其實人是在乎平等的 比如說在獨裁者賽局裡面 獨裁者拿了一筆錢 那他們可能會 即使沒有任何理由他們要給 就是另外他們的partner任何的錢 他們還是會選擇給一部分 那即使是,即使不在獨裁者賽局 而在不同的實驗發現 在不同的實驗裡面 人也發現 就是 研究也發現就是其實人是在乎平等的 那人類學 人類學家也發現說 在一些未工業化的小型社會裡面 人會懲罰就是 不公平的分配者 所以人是在乎平等的 那如果用數學模型來表述 就是人在乎平等的這個行為呢 有幾個主要模型 那第一個可能是大家比較常聽到 叫Equality Aversion 是由菲爾和Schmidt在1999年提出的 那他們的概念其實非常的直接 就是說 今天假設在一個人 他的 現在的財富不變的情況下 那假設他的錢比別人多呢 他可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 他會有點不太開心 那今天假設他的財富 比別人少 他覺得更不開心了 那今天如果呢 今天如果他的財富跟別人是一樣多的 那這時候他會是最開心的 在他的財富都不變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呢 要是他今天財富比別人多 或比別人少 那他的開心程度會因為這個不平等而像這樣 那這個聽起來其實很直覺 也不一定要數學模型對不對 不過有數學模型的話是比較好去估計 參數還有去把他的預測跟其他模型做比較 那另外一個模型呢 也就是我今天的重點 是被稱作利他模型 然後是Androni還有Miller在2002年提出的 那這個 這個概念就更直接了 就是說人其實也在乎他 也在乎他人 開不開心 也在乎他人的偏好 這聽起來很模糊 因為在乎他人的偏好聽起來是說 聽起來是說 我也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 就是我只在乎別人 所以要把我全都給別人 可是這不確實 這不太可能對不對 至少大部分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不過這模型基本上最基本的講的就是說 人也會把其他人的偏好考慮進去 不管是都是小凡他會考慮到別人的偏好 那考慮到別人的偏好這件事情 怎麼樣來達成 怎麼樣推導到說人在乎平等呢 那一個對人類的效用基本的假設就是說 對大部分的財貨而言 對大部分的物品啊 不管是金錢啊 還是什麼東西而言 當然可能不是所有的東西 可是對大部分的人的財貨而言 每增加一單位的財貨 人的邊際上是會遞減的 也就是說呢 舉例來說呢 就是今天假設我有十萬塊 那今天我多拿到了十萬塊 我也很開心 可是今天假設呢 我已經有一百萬了 我當然拿到十萬塊 我還是會很開心 可是我可能不會像我只有十萬塊的時候 多拿到十萬塊那麼開心 那今天假設我已經是一萬富翁了 那我今天再多拿到十萬塊 那我就會覺得說 嗯 我就可能就會覺得說 哦 油中幣也沒有好 但其實也不會開運到哪裡去 那這也就是說呢 呃 假設今天有人 呃 假設今天有人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已經很有錢了 然後總拿到十萬塊 他可能會蠻開心的 但假設呢 今天這個錢 假設今天這個人 他在乎另外一個人 不管在乎多少 在他在乎別人的情況下 那假設今天這十萬塊 是給另外一個比較窮的人 假設他這個人只有十萬塊 然後他也在乎這個人 那他可能 然後呃 另外一個人拿到十萬塊 可以帶給他的 呃 開心程度 可能就會比他自己拿到十萬塊還多 所以呃 在假設編輯效用地檢 跟人在乎他 跟人在乎他人的效用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下 其實呃 也是可以就是 也是可以推倒到人是在乎公平的 也是就是呃 這個模型也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人會在乎平等 是公平抱歉 這個模型呢 也是可以解釋為什麼人是在乎平等的 那可是問題就來了 就是人真的在乎平等嗎 就是我們發現說 欸像大老闆可能會告訴你說 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然後也不願意把他的錢捐出來 或是呃 或是呃 或是叫我睡對不對 然後或是一些政客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我們不要把 我們不要把社會福利給那些拒絕工作的人 然後靠這樣來吹票 那這就代表說其實人呃 可能不在乎平等 人在乎的其實是 所謂的公平 那當然公平可以有很多定義 但是不是人所謂 人在乎的是不是所謂就是 人要是有付出多少努力 就應該 呃 獲得多少回報呢 那呃 呃 呃 在實驗室實驗裡面發現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的呃 呃 在實驗室裡面的收入 是透過呃 呃 呃 透過努力決定的 而不是透過呃 而不是透過運氣決定的 人呢 的確呃 呃 受試者呢會選擇 比較少重分配 也就是說人呃 受試者會選擇就是 不要把 不要把這些財富按照某種呃 呃 透過某種稅收來籌分配 呃 呃 那些國家的人呢 越相信說 呃 人的一個每個人的收入呢 其實是努力決定的 而不是運氣決定的 那這國家 呃 這個國家的他的 社會福利的支出就比較低 呃 他們這些國家的稅收也比較低 呃 呃 對 然後最近有很多就是 呃 呃 我現在回顧就在講 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人偏好其實 為什麼人其實偏好不平等的社會 為什麼人覺得這些不平等的社會 其實是公平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研究的重點呢 就是 呃 難道人只能在乎平等或公平選擇 呃 其中一個嗎 那當然不是嘛對不對 就是 大部分人可能同時在乎平等也在乎公平 那 我們今天這個研究主要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想要讓 想要建立一個模型 是可以同時解釋 就是人對平等的偏好跟對公平的偏好的 那就回到了原本這個 呃 這個 利他模型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說 就這個利他模型假設人是在乎其他人 呃 在乎其他人的 那當然就是 可能在乎的程度會根據情況啊 還有個人的 呃 人格或經驗 而不一定 那我們今天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想要 把 人在乎另外一個人的努力程度 這件事情也放到模型裡面 所以呃 所以今天我們的模型就是說呢 假設今天一個人呢 呃 假設今天有一個決策者 那 那 有 有另外兩個人 那今天假設有一個人 他非常努力 那 這個決策者呢 就會在乎這個努力的人多一點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 呃 中間有不平等的 假設這兩個人的財富是不平等的 假設這個決策者很有錢 那這個 呃 我們稱作recipient 你等一下他就是 呃 沒那麼有錢 可他非常努力 那這時候決策者呢 可能就會非常在乎這個recipient 然後給他多一點的 呃 決定做出多一點的重分配 給他多一點的錢 那反之而言 如果另外有人要一個recipient 那他 可能沒那麼努力 那這個呃 這個 這個決策者就會覺得說 就不會那麼在乎這個人的偏好 那在重分配的時候 就會選擇給這個人少一點的錢 呃 對 那為了呃就是 驗證我們模型的預測 所以我們就 呃 我們就說 呃 為了驗證我們 為了驗證我們模型的預測 我們就 我們就是 我們就設計一個實驗室實驗 那我們的實驗室實驗呢 主要是招收 我們學到的Stony Brook University大學生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會根據他們的做的決定 給他們不同的錢 所以呃 他們在實驗 他們在實驗結束之後 所以可以拿到的錢 是根據他們在實驗室裡面的 所做的決定 而決定的 那 這是我們的實驗室 不過這是擺拍而已 這不是 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那個 這不是我這個實驗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人 呃 看起來都 有點年紀了 因為這是教授 然後 這好像是為了放到那個西藏網頁的擺拍而已 然後呃 我這個實驗其實也沒有在這個 這個實驗室 也沒有在實驗室做 因為那 因為剛好在收視者的時候 是在 疫情之間 所以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集是在線上做的 那 我們的實驗室設計是這樣子的 就是 就是在這個實驗的一開始 這個收視者可以 收視者可以 收視者可以 在這個實驗的一開始 收視者可以決定他們 收視者會 會需要做這個 可以決定要不要做這個Task 那這個Task呢 我們稱它叫CountingZeroTask 就是他們需要數裡面有多少個0 然後他們就要把答案寫在這邊然後送出 那 當他們 答對了他們就會得到報酬 那這個 每答對一次得到報酬呢 是隨機決定的 可能是一塊美金或兩塊美金 每個人不一樣 不過是隨機決定的 所以有人是一塊美金 有人是兩塊美金 那這個收視者 每個收視者可以自己決定 他想要做到多少個Task 他可以選擇完全不要做 就跳過這個步驟 然後他最多呢 可以選擇做到十個Task 那在這個Task之後呢 我們會把收視者做隨機配對 收視者做隨機配對 那其中一個收視者 會被指定為決策者 那另外一個收視者 會被指定為Recipient 那這個決策者呢 可以決定他們想要把他們從 這個Task裡面賺的錢 分多少給這個Recipient 那這個收視者呢 會知道說這個Recipient 他的薪資是多少 還要完成幾個Task 那在我們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採用的是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方法 採用的是一個實驗方法 叫Strategy Method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會讓收視者回答說 所有的 所有薪資 跟完成幾個Task的 Combination 所以其實這邊我們有兩種薪資 有11種不同的Effer Label 所以有22個 Combination 對這個決策者呢 需要根據每個不同的 Combination 就不同的薪資 跟不同的完成Task 跟不同的完成Task的數目 來做決策說 他想要分給這個Recipient 多少錢 從他賺的錢裡面 分給這個Recipient 多少錢 不過最後呢 他這些22個決策裡面 就是一個決策會實現 那實現的這個決策 就是說他們實際配對到這個 實際配對到這個Recipient 他到底實際的薪資是多少 完成幾個 實際完成的Task是多少 然後就只有那個 就只有那個決策會實現而已 也就是說22個決策裡面 就其中一個決策 是實際這個 是符合 就是這個 剛剛配對的Recipient 這個決策 是會被實現的 那實現之後呢 也就是說他賺的錢 會真的分給這個Recipient 對 那 我們的模型呢 主要就是我們 那我們的模型 我們主要稱作這個模型 叫有條件的利他模型 那在這個模型裡面呢 就是 對 就是 這個是 決策者他的收入 那這個T呢 就是這個決策者想要分多少錢 給這個Recipient 然後這個呢 這是 Recipient 他的這個M 是他的薪資 1塊美金 或2塊美金 那這個E呢 就是他到底做完成了幾個Task 那這個T呢 就是說他從 這個決策者收到了錢 那這個Theta呢 就是 他的 這個Theta呢 就是所謂的權重 那在這邊 那在這邊呢 我們假設這個Theta呢 是努力程度的Function 那這個Alpha呢 就是 這個Alpha就是 編輯效用地檢的參數 所以這個Alpha就決定了說 到底 編輯效用地檢的程度是多少 那這個Alpha越大 比方說 編輯效用地檢的程度是越 低的 也就是說其實 在乎平等的效果會越差 那透過一接 透過一接 或一分條件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到底 這個決策者 他的 他的 他會 他會給多少錢 他會 他會決定要給多少錢 把多少錢給這個Recipient 那我們可以再根據每個Factor 說一接我一分得到說 到底 到底這個Factor 就是 這個Recipient的Income 努力程度之類的 如何來影響 這個 決策者要給這個Recipient多少錢 那在這個模型底下我們有幾個預測 那 第一個預測呢 就是說 只要這個 權重是大於等於 是大於等於0的話 那在決策者的收入跟Recipient的努力程度不變下 當Receiver的收入越高 決策者的重分配會維持不變或是更少 那我們把這個叫做Inequity Effect Effect 或是Need Effect 那 第二個預測呢 就是說 在決策者的收入 與Recipient的收入不變下 當Receiver的努力越多 決策者的 重分配會維持不變或是更多 那在我們的實驗裡面發現呢 就是有 90%的收入者都是符合這個 第一個這個 Inequity Effect的預測 那 另外呢 我們也發現說有85%的收入者 他們是符合這個 Disturbingness Disturbingness Effect的預測 那 另外呢 我們也跑了就是Random Effect Regression 那我們也發現說呢 這個 這個收入者 他們一旦收入者的這個 收入越高 那的確就是 那這個Random Effect 對 不好意思 那我們也發現就是 一旦收入者的 收入者的 不好意思 一旦Recipient的那個收入越高 那收入者也會選擇 把更少的錢給這個Recipient 那一旦這個Recipient 他的努力程度越高 那 收入者會選擇把更多的收入 給這個Recipient 那我們的另外一個預測就是 說 當 我們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我們另外一個的預測就是說 我們今天 實際上指定一些參數給這個模型 我們就是實際上去 呃 假設這個 呃 權重的這個 Function 那我們這邊就是用比較簡單的 簡單的假設 我們假設他是線性的 那這個線性假設呢 我們假設這個權重 是有一個Baseline的權重的 也就是說是當這個收入者 完全不努力的情況下 那這個最基本 最基本的這個權重 是多少 也就是說假設這個收入者完全不努力 那這個決策者會有多在乎這個 Recipient 然後另外一個參數就是說呢 一旦就是這個收入者 一旦這個Recipient 每增加一單位的努力程度 那這個權重會增加多少 那我們用兩組不同的參數 下去做 下去做假設 那第一組參數呢 就是說 呃 第一組參數就是說 這個權重的Baseline非常高 有時候假設當這個 Recipient完全不努力的情況下 這個決策者也非常在乎這個Recipient 然後就是左邊這個圖 那右邊這個圖呢 就是說當這個 Recipient 這個權重的Baseline非常低 有這個決策者完全不努力的 這個Recipient完全不努力的情況下 決策者並不太在乎這個Recipient 但是這個權重 但是當Recipient每增加一單位的努力 每增加一單位的努力的情況下 這個權重的增加是比左邊這個多的 然後你看就是 這個權重的增加程度是比左邊那個多的 然後這兩張圖就是我們的預測 那在這邊呢就是橫軸是 Recipient的收入 那這個重軸呢就是 決策者決定要把多少錢給這個 Recipient 那注意到就是 這邊的橫 那注意到就是這邊就是 因為橫軸是那個Recipient的Income 所以一旦Recipient的Income越高 代表說其實這個Recipient的努力程度也越高 然後這邊分有兩條線 那兩條線就是控制 Recipient不同的薪資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後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圖這兩條線其實是重疊的 也就是說其實 在左邊這個假 在左邊這個假設下 在這個決策者並不在乎 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不在乎這個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但這個權重的Base Life 非常高的情況下 其實薪資是不會帶來任何差異的 那一旦這個Recipient的收入越高 這個決策者呢會選擇 把更少的收入給這個Recipient 那右邊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Recipient 在Recipient的薪資不同的情況下 這兩條線其實是分開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當Recipient的收入越高 其實同時 這同時也代表說 因為這是每條線代表說 固定Recipient的薪資 你可以看到說 在Recipient的收入越高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決策者呢會選擇 把更多的收入給這個Recipient 那我們發現呢就是 其實然後根據我們的結果 我們發現其實 不好意思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把這些收入者 主要分成四種Type 那第一種Type呢就是說 他們對這個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很Sensitive 那我們把這個Type叫Sensitive Type 那這Sensitive Type呢 大概佔了25%的收入者 那另外一個Type呢就是說 這個決策者呢並不太在乎 這個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那這種呢我們把它叫做Essensitive Type 那這種收入者大概佔了20% 那第三種Type呢就是這個收入者呢是完全 而這個決策者是完全不給Recipient任何收入的 那就是他只在乎自己的收入 那我們把它叫Selfish 那最後一種收入者就是他們完全沒有辦法被歸類於這三種的任何其中一種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叫Other 那我們發現呢當我們分析就是Sensitive Type 跟Insensitive Type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這個順序有點點倒 左邊這是Insensitive 那右邊這是Sensitive 我們發現呢其實 這個結果呢是完全符合這個 應該說不能說完全符合 可是這個結果呢是符合我們這個理論的預測的 那所以這個我們今天這個研究的主要結論就是說呢 我們的模型同時考慮平等跟公平 那大部分的收入者其實都跟我們的模型預測一致 那我們也發現了收入者的行為主要可以被歸類為三種模式 分別是自立的收入者 還有偏好平等的收入者 跟偏好公平的收入者 那抱歉好像有點短 但我今天的那個演講大概是主要內容大家就是這些 然後謝謝大家 那這是我的Twitter還有我的個人網站 也歡迎就是加入Twitter 然後來也歡迎加入我的Twitter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就歡迎發問 感謝佩勳的演講 在那個我們開始QA之前呢 先請大家這把漫長風打開 再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他為我們帶來今天精彩的演講 好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直接打開麥克風發問 也可以把問題打在旁邊的對話框 那我會來也幫大家發問這樣子 好 那有沒有問題 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開麥克風發問 你好 可以請問我我是Jeffrey 然後我是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也是博士班五年級 然後謝謝這個孟勳嘛對不對 孟勳的演講 配訓不好意思 對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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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你的議題是真的蠻有趣的 但當我聽完你的那個實驗設計 其實我有一些疑問 就是首先我在Chain裡面有打 第一個是說 因為你比較跟實驗的關係 沒有講很多 就是你有決策者嗎 還有Recipient 那你們的實驗設計裡面有設計說 決策者給錢給這個Recipient 是有什麼誘因嗎 還是你只是說會有一個這樣的環節 然後你也不會 沒有誘因 不好意思 沒有誘因 就是有這樣的 就是他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就是 我們會問他說 到底今天這個Recipient 他的薪資是一塊美金 或兩塊美金的情況下 那今天這個Recipient 他完成幾個這個Task的情況下 他會想給 他會想把多少錢給這個Recipient 那他可以選擇完全不要給 我們沒有給他任何的誘因 那就是他最後可以拿到多少錢 是根據他的決定來 是根據他的這些決策來決定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一旦決定把 更多的錢給這個Recipient 事實上他最後拿到的錢會更少 所以事實上他沒有任何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 只在乎立即的授受者的話 其實沒有任何誘因 要把錢給這個Recipient 因為他一旦給越多 他真的會拿到越少錢 那這裡我的有點疑問 就是可能我比較沒有被convince 就是說 因為取決於你獲得收入的方式 就是一般會有個 對年齡七六八 就是有錢的人會比較稍微慷慨 那這個慷慨這件事情 他跟利他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化約的程度有點太高了 就是他不給錢或許他可能有很多原因 我不覺得他這就跟字 因為可能definition 你比較利他 不要利他跟策略性思考 看來你跟策略性思考沒有關係 所以我不知道化一層利他 這個理論的連結 我是覺得對我來講不是很強烈 就是說 就像你今天中了一千萬 你中了一千萬 那你分個 你第一開頭你有講嗎 你可能分個十塊給人家 那你覺得無上大雅 那這個證裡面他的利他程度到底有多高 跟說你只有十塊錢 但你願意分八塊錢給人家 所以我不知道 你還是說你沒有再去做一份細節說 因為拒絕他 他比方說 因為你說 你看到結論是說 比較賺到比較多薪資 他比較願意去分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賺到比較少的 那他分的比例的程度比較高 那他會不會所謂的利他程度比較高 因為我聽起來只是說 有錢人好像比較慷慨 所以這樣子他就是比較利他 但我不知道 我感覺是 他化學的程度太高 這可能也很容易被 就是容易會有不 就是我一聽我會覺得 有些地方我會覺得好像少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還是說 就有部分可能你沒有 在那個你的不存在就沒有談到 對 然後 對然後謝謝你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非常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 我們沒有要說有錢人比較利他這件事情 然後這也不在我們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邊利他的定義其實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一方面是出在於說 利他這個詞彙的framing 那今天基本上 利他這個詞是 就是 詞是 應該說 對 Illiterature是用Otrism 那個詞 但這個利他基本上不是在說 比如說 其實這個定義很簡單 其實不是說什麼 人有慷慨或是什麼 當然這些動機可能 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但我這邊 今天這個 我今天在這個 這些模型裡面 他的假設非常簡單 就是人 會把其他人的 利益也考慮 其他人的效應也考慮進去而已 那 對 那第一個就是說 好 第一個就是說 對 所以 不好意思 讓我想一下怎麼回答 對 所以說我們利他的 我們這個利他的定義其實 不是說 其實非常講 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 就是人會在乎他人的利益而已 當然我們沒有說這個 權重是Universal的 比如說 就是每個人會有一樣的權重 我們也沒有說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環境必須有一樣的權重 然後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這個實驗裡面 他們的收入呢 是他們自己做這個Task得來的 所以 他們的收入的確也都是他們透過努力賺來的 然後他們把他們這個努力賺到的錢 就是分給這個Recipient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的確我們的模型有 會預測到就是 兼一個 Recipient的 不是Recipient 不是Recipient 兼一個決策者他的收入越多 那他應該要給這個Recipient越多錢 不過在我們的 結果裡面 並沒有發現這個有一個 我們並沒有發現說 這個決策者他的收入有顯出的效果 我們主要發現的是說 這個Recipient他的收入 還有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會對這個決策者他的 他要決定要給多少錢 有顯出的效果而已 對 不好意思再做一個問題 那請問決策者是怎麼看到 這個 他Recipient的努力的程度呢 努力程度你們是怎麼呈現的 我們有給他資訊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就是問這樣的問題就是 我把那個實驗證給秀出來 其實我們就是問這樣的問題 假設今天跟你配對的這個Recipient 他 他的薪資 他賺了一塊錢 那他 他的那個 每完成一個Task 他的薪資是一塊錢 那你想把多少錢給這個 Recipient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必須回答22個問題 就是我們會問他 每一個 收入跟薪資的combination 然後這邊零到10塊錢呢 是根據這個 這個決策者他實際的收入做決定的 所以這邊顯示10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 這個 這個例子 這個 決策者他從這個 他從reel effort task裡面賺了10塊 那如果今天這個 決策者呢他只賺了5塊 那就只能顯示到5而已 那如果今天這個決策者沒有賺任何錢 那就只能顯示0 那當然他們就只能選0 OK 謝謝 不客氣 對也非常感謝你的問題 好 那在大家想想有沒有其他問題之前 先讓我來念一下有人把問題提出在這個對話框裡面 好 這個 不好意思我可能會不知道你的那個中文拼音是什麼 就是Jeffrey Wang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實驗設計有給決策者 那就是我啦 我剛剛問過了 我剛剛 對對對 OK 謝謝你 OK 好 那OK 好我還有一些其他事情 就是讓大家在這個想一想有沒有問題要發問的這個中間 讓我來就是幫Tyra廣告一下的一些活動這樣子 就是Tyra現在有發放一個參加證明 那這個參加證明可以持續的就是收進你的這個手機的app裡面去 那這個領取Tyra這個東西我們叫Tyra badge 就參加證明的方法呢 我已經PO在對話框裡面 然後在領取的時候你要使用一個就是按每場演講的暗號是不一樣的 那暗號也在對話框這邊 今天的暗號是 就是ORCAATIGER425這樣子 好 那Tyra現在呢 也有一個slack channel 那大家可以加入呢 就可以認識所有其他的 共同在這個研究領域打拼的朋友 然後也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 Odemia相關的資訊 包括工作資訊啊 生活相關的資訊啊 等等的 那加入這個projectTyra的slackspace的這個 連接也放在這個對話記錄 不是就是對話框這邊 然後最後呢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演講不錯 或是有什麼 我們可以 這個承辦的部分可以改進了 這邊也有一個聽眾回饋問卷的連結 大家可以去填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填了之後 我們會比較知道說 我們的演講要怎麼樣 可以辦得越來越好 好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對話框 那現在還有大家有其他的問題嗎 有沒有任何人想要提出任何的問題 哈囉 哈囉 聽得到嗎 喂 可以 喔 沛先生哈囉 我現在是塑班學生 然後因為我的背景也不是人文科學 所以有些地方理解的比較滿 想問一下 嗯 請問 那個我對你的那個數學模型還蠻有興趣的 就想問一下裡面的一些 呃 參數的意思 嗯 好 嘿 對對對 就是那個想問一下MJ跟EJ那邊指的是那個 Recipient的收入嗎 對 所以MJ是MJ是MJ是那個Recipient的薪資 那EJ是他的他完成幾個Task 所以這兩個相成就是他的收入 對那想問一下說為什麼今天那個 那個Recipient會用這樣的方式表達 但是那個給錢的人 卻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設定啊 就是只把他的Income當作的Input 而不是也把他的努力考慮進去啊 哦 呃 可以啊 呃 呃 主要 對 主要問題是因為我在想說 人有時候 哦不好意思你先 你先 不好意思你先問吧 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你的問題講完 對 好 就是 我在想說有時候可能 要利他時候會考慮到 兩個人努力程度上的差異 也就有點像是水通常是往低處流嘛 所以 當我今天努力程度 我發現 我對方努力跟我努力程度差很多的時候 可能我可能 不會傾向給他那麼多 那時候那個 我的那個 Data那個函數 他就會變成可能是一個 effort的差值 那我在想如果把這個考慮進去 不知道你的模型 或是 你可不可以預測你的結果 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其實 我在做分析的時候 有想到這個問題 那 當然就是你可以去修改這個模型的假設 比如說 我覺得就是 INCON這邊其實 這個 這個 決策者的INCON 其實你不管是放NIEI還是放YI 其實 不會造成任何的差別 但有一個地方可以修改就是說 像我們這邊的模型 其實我們是假設 線性的關係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 Theta 是 Theta0加 Beta乘以 Recipient的努力程度 那今天如果說 今天按照你的理論 那就是這個 Theta 這個Theta的function 它其實 模型 它其實模型的 假設應該是說 可能是一個 Theta0就是Base Line 加上Beta乘以EJ-EI對不對 就是 兩個能力之間的程度的差距 那我覺得 這是有可能的 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在我們 我記得在我們的分析力裡面 其實沒有發現到有這樣的效果 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也是一個改好的問題 但我 對 我印象說在我們分析裡面 其實 好像如果是改放 就是兩個努力程度的差距的話 那個效果是不顯著的 喔 好 所以這邊的那個I's income 就選擇說 不考慮這個 施捨的人的努力程度這樣嗎 沒有 欸 你說這邊嗎 不是這個意思 主要是說 你在Income這個地方 放 主要是說你這邊不管 應該說你說的很有道理 不過你說的東西主要是關於這個CHA的假設 因為你可以看這個就是 就是對這個 決策者他應該把多少錢給 他會把多少錢給這個recipient的預測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就像你把這個Yi拆成Ni 那你對這個Ni跟Ei 那你對這個Ni跟Ei 分別說一些微分 他們其實的效果是一樣 也就是 你今天這個 決策者他的收入越高 那他們 他就會 他就會 給越多的錢 所以其實 把他們拆開沒有 沒有額外的意義 但你說的東西 是關於這個CHA的假設 對 喔 了解 不好意思 謝謝 OK 好 那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 那如果大家現在沒有其他的問題 讓我先把這個 錄影關掉